大家好,这里是天洋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首相这些内容 首相当中如果是有M字文 通常我们以前讲过 是早年运势起波折 起伏不断的现象发生 但是会凭借自己不折不挠的 任劳任怨的性格努力来获得财富 这是一种大起完成 能够毅力坚持到最后的一种人 M字文 那么同时在成绩做大的时候 容易获得领导和同事临理的认可 这种首相属于先古后天 水到渠成的这种命格 我们看这个首又大又白 有非常长的中指 这种人的做事温和不极端 责任性很强 财运也是非常不错 四指散开之后 说明他中年有好运 说明他整个手背来看 非常的没有不露骨不伏筋 整个手又白 而且这个长色非常的 让人看起来非常的舒服 这个食指尖尖中指特别长 群臣相左 这种格局的话 是先天的运势还是不错的 这个事业线 事业线分别跟智慧线和感情相交 形成明显的M字纹 并且有三角形的财库形成 财运和事业运势基础是非常不错 越老实越有本事 M字纹是大气晚成的一种首相特点 之前也说过 事业线起自手腕 往上走 穿过智慧线感情线 跟手掌的其他纹路 形成一个M字纹 这个通篇都是讲的M字纹 都是很强的事业心 拥有远大的目标 会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付出 这类人目光长远 不会为了近期的一些失利 而失去信心 越挫越勇 到了四十岁之后 功成名就 名利双收 好了 有关这个首相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那么一些详细的解析 这里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些 这个机箱的纹路 包括一些首相的一些特点 但是需要详细的解析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